來伯伯我們要過橋囉 要跟好喔 進殯葬業大概十年 今天不管他有沒有錢 有案件來我就是把他給圓滿 對 哪怕他沒有錢 就跟人家借錢也要幫他完成 我就像無名師我們就把他打撈起來 水流師把他打撈起來 把他送到殯儀館 總是你也是幫他完成了一件事情 幫助一些遊民 甚至沒有家人願意理的這一種 往生菩薩我幫他把後事完成 我會覺得心裡很踏實 當初會進殯葬業其實 因為以前不讀書嘛 以前年輕就是殺人未遂嘛 不是販毒吸毒 就是四處砍人 安非他命 K他命 腰頭丸 我一直認為說 這條命應該是老天爺留下來給我的 不然說真的 搞不好以前也很失街頭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是不是 老天爺也希望說 這個機會我一再給你 那也希望說你之後能回饋社會 我們上車 我自己照顧兒子 一個人照顧兒子 其實他是最主要讓我 從黑的轉到做正軌的行業 的一個最重要的執著 你繫安全帶 把它拉起來 自己繫 跟爸爸當你一樣的 因為爸爸很厲害 是最沒東西的 如果沒有這個行業 沒有這一份工作 沒有這個小孩子 現在可能已經在監獄裡面 我最希望的就是 好好的陪伴我兒子長大 這是我最重要的事 喂 劉媽媽 我在樓下 我在樓下 好 你來開 好 我現在過了 拜拜 我現在要到這個 我的一個個案 劉奶奶這邊 他是獨居的一個老奶奶 劉媽媽 哎唷 不要叫我帥哥 來啦 劉媽媽媽 這個雞兩隻給你吃 你要拼 我知道你不要吃麵 你都要吃飯 你說壞一塊什麼 這個嗎 這個不是這個 大湯喔 對啊 一些事情總是要有一些人 願意去做 不然說真的 等到發現的時候 就來不及了 哪一天獨居老人 他沒有忽然斷氣了 死在家裡了 完全沒有半個人知道 那我會覺得 如果當下我能自己早一點發現 或許就不會有這個悲劇發生 我處理過一個案件 一個老伯伯他生病 在家裡就 可能就倒在地上亡生了 好 當時出面的是一個女兒 第二天以後 整人就消失了 例如做妻也沒有來 告別事都沒有出現這樣 想想如果是自己的親人 你怎麼可能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你總是至少最後一層要來送他吧 去現場看到大體 不管他是什麼狀況 好的也好 壞的也好 甚至是智力破碎也好 我到現場一定會做一件事 我會雙手而死跟他說 老先生 你的一生已經結束了 你要放下已經圓滿了